女裝儀成為2017香港小姐雙鳥冠軍後 以荷里活為目標 希望我可以在荷里活那邊做 兩強評分都遮點決定致勝一票 原來這個位置真的很難做 鼎爺開設私房菜,價錢1800元 鼎爺用甚麼菜式招呼 中環摩天輪要拆,不環保 免得失事,為何那麼失策 馬上東張西望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東張西望 昨晚2017香港小姐選舉圓滿舉行 每次完演之後 都引起大家熱烈的討論 十個女生總是有些漂亮 還有有些更漂亮 若然自己貼的那個得不到獎 心中總是有些事情想發表一下 你的道理果然有你的道理 那查就我選那年你有甚麼偉論呢 我是貼中了,還中得認一認那種 查就我那年是多少年選呢? 19… 什麼? 不如不要這麼掃興掃當年吧 因為會透露你的年紀出來 好,看了昨天的盛況,稍後再跟你算 選港姐前 一群藝人同樣在紅地毯爭驗鬥禮 不讓港姐好漂亮 如果今天告別了港姐的銜頭之後 應該要更加努力和更加努力 最大的收穫會不會是拍攝旅遊特輯 認識到袁偉豪呢? 其中一個收穫 對 其實袁偉豪就這麼高調認愛 是不是很嬌 自己笑得挺甜的樣子 一向都笑得甜的樣子 我覺得… 我覺得她很有勇氣 對,而且真的很認真 好了,進行比賽了 今年採取淘汰制形式 十強介麗分三輪淘汰 相當緊湊 最後留下三位介麗爭奪冠亞貴君 一號,何依婷 四號,黃偉琦 五號,雷莊怡 貴君是… 四號,黃偉琦 二零一七,香港小姐競選的冠軍 就是… 五號,雷莊怡 Juliette 美申公2017年是… 第五號,Louis Juliette 莊怡 雷莊怡還囊括最上鏡小姐 成為雙鳥冠軍 對,頒過這個拳杖 爸爸就立刻抱著女女上前觸殼 女女披著這麼漂亮的衣服 和戴著她後觀的感覺是怎樣的 我好像在做夢說 Juliette,今天比我很大的驕傲 是真的 我沒想過她回來 都是想學習 但今天真的表現 是我不期望的 多謝Juliette,我愛你 我愛你,我也愛你 很可愛 我很開心,現在多數會留在這裡 留在這裡,希望可以做到一些成就 我也希望可以在Hollywood那邊做 因為你們都知道 我的英文比較好一點 永遠是我們的第一名 是 今天進步很多 打算怎樣跟女兒慶祝 或者明天跟她吃餐好一點 讓她增肥 因為她太瘦了 說回今年冠軍產生相當刺激 何依庭跟雷莊怡分數相同 結果由校長Doo姐投出關鍵一票 四對三 整體來說 我覺得5號表現比較好 所以是5號 而Doo姐,你是校長 這個時候可以多一票 是… 都是5號 都是5號 即是我們的冠軍是5號 雷昌怡 幾位今晚冠亞貴 是否你們心目中的心水 冠軍一定是… 冠是我們三人一起選擇的 是… 至於亞貴其實也是很正常的 因為今晚表現是最好的三位 今天一指獨秀,只有5號 是冠軍 亞軍、貴軍 我覺得每個人都評分是很緊湊的 選冠軍 原來這個位置真的很難做 全都怪你 哇,多一票 真的那個心理壓力 很緊張的 但整體就是… 我也是覺得5號 整晚的表現是很突出 所以就選了她 你們覺得今天的冠亞貴軍 是否都是你們的心水 我設定由五強到現在 都添對了 我覺得Juliet真的做得很好 尤其是我看到在泳裝的時候 她出來的時候 她的長腿… 不是,我又洩露了… 你又洩露了我喜歡看那些… 對,你喜歡看那些… 不是,我覺得她的比例真的很漂亮 其實我選一號 就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Juliet 其實我很喜歡她 我覺得她差一點中文 差一點點 其實你叫她說英文 完全答到你要她答的東西 但是就差一點… 說法文都可以 都答,但是中文差一點 那Regina就比較淡定一點 但Juliet的性格我很喜歡 作為Regina的導師 我… 其實我當時她宣佈的時候 我心裡都在嘔吐出來 差一點 真的很緊張… 但是我也替她高興 可以拿到牙筋 對 至於一群落選佳麗眼濕濕 賽事之後相當感觸 不捨得牠們,相處了這麼多天 對 我覺得好像終於完成了 我要完成的事 我已經很滿足了 你哭了嗎? 剛才? 對 很感動… 而且一隻被坊間看好的吳樂儀 凱莉 大熱島做三甲不酉 謝謝你們 一直以來… 其實也不會不開心 因為Juliet她贏了 其實我也替她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很早之前 應該在台灣的時候 已經說過 我很欣賞她的自信 我剛才一結束 我就上台見凱莉 她立刻抱著我 說謝謝你 而且我覺得今天 我真的可以在這麼多觀眾面前 說到我想說的事 其實她說這句 我已經覺得她非常好 她的心態很好 還有可能對她來說 其實這次的經驗 比贏還是輸 她因為當時叫我們一起選她 我覺得她今天其實也很好 不過她的對手真的更好 另一熱門皆禮 張寶欣同樣三甲不入 幸好也有姐姐開玩 我覺得門櫃很勇敢 可以站在台上去做這件事 坐得這麼淺 看著自己的親日去參選 所以她覺得真的很… 對, 真是很高興 很開心… 抱抱妹妹, 現在選完了 抱抱 趕姐有溫情有創新 今年大會加入了 《逼逼頻道》 一對一比賽環節 一群佳麗大兜才藝博靈心心 唱歌、跳舞、擺姿勢 頂戲都吃 都吸引了很多粉絲捧場 台下何廣佩和丁子朗 都瘋狂比心心 她看著人, 由她看著 看她八號, 誰對八號 鄧好緊張 你看看我們, 我們全都在like 一個八號參賽者, Kelly 叫做伍樂宜 三甄… 我們在這裡幫你拉, 兩隻手摩托手 不要拉, 你累了, 我幫你拉… 結果, 今年新次 《逼逼頻道》追求歡迎香港小姐 並不是八號, 吳樂兒, Kelly 而是女生以把十四萬 深深的十號, 張寶欣 原表演後, 被big channel中Paul家 為一群落選佳麗舉行一個名為 落選香港小姐的精選環節 勞夫, 美燕和大家帶玩遊戲 目的都是想幫一群佳麗減輕壓力 比完賽, 大家放鬆一下 幻想他就是你的男朋友 對 譬如是男朋友, 對 現在你要哄男朋友 層樓是寫你的名字, 那… 我很久沒有男朋友… 我很久沒有男朋友 很久沒有男朋友 你17歲而已 只有17歲 即是你7歲的時候, 拍拖後 當中還頒發了很多搞笑豬肉獎 好像最不想的小姐 最佳腳踩大獎等 各落選佳麗, 人人有份 最落選香港小姐冠軍 也落在優情身上 謝謝, 我沒想過會取得 繼續宣揚你的環保 摩頭, 吃雪糕 是的 好,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覺得這是一個挺新鮮 挺娛樂豐富的環節 會否覺得輕鬆一點 因為不需要再介紹香港小姐 會呀, 絕對會 我們剛才坐在那裡都笑得很開心 因為我在這個參選的過程中 我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封盛了我的人生 這件事已經是贏了 所以我不覺得自己落選了 可以跟今晚所有的街頭 說落選是沒有所謂的 都是另一個開始 遲早會做正選 你看她做到現在 是的 哇, 真的… 我們不是叫什麼日圓 是呀, 不敢直接叫這個名字 你要叫什麼 日圓姐 那些… 好… 說什麼日圓 好… 在落選香港小姐競選之後 另一邊三位得獎港者 也馬不停蹄地拍攝TVB周刊封面 雖然已經明晨1時了 不過三位仍然非常聰明 一路拍照, 還有說有笑 很開心 其實我現在還未… 真的被我贏了冠軍 所以今天也是一個驚喜 自己也很開心 我覺得今天這個成績 都是兩個月以來努力的成果 無論今晚有什麼結果 我之前也說 在爸爸媽媽生活中 我驚喜冠軍 那現在最想做什麼呢 搞定所有事情之後 我真的想吃一頓飯 你吃飯了, 今天到現在為止 我其實剛才真的很忙 剛剛自己吃了一兩粒 燒米 我現在最想好好地休息 然後其實我們之前 一群家旅遊約了 完畢比賽一起吃一頓好的 是的 對, 也很期待 我想回家下妝 我最想下妝 冠軍和最強勁的小姐 今天下午, 幾位佳麗 接受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集團 行政總裁李保安先生頒發獎項 雖然沒什麼睡覺 但幾位佳麗仍然精神換花 更不忙, 多謝身邊的支持者 很開心, 我真的要多謝媽媽、爸爸 一直支持我 還有我的朋友在加拿大 他們特意八點半起床 看香港小姐 要走過這兩月是不容易的 真的很多謝身邊所有人對我鼓勵 他們每一個鼓勵都是令我可以有動力 繼續向前走 主席評判的評分 其實是參照這麼多位評判 所有的評分而定的 是一個整體的標準 有一件事, 我真的很想問Toby 要知道得獎佳麗當晚會被人不斷恭喜 但當得獎佳麗面對沒有得獎的佳麗 第一句, 當晚會說什麼?你記不記得? 沒什麼說了哪幾句 不是真的嗎?你真的得了冠軍之後 真的不認識人嗎? 你不要經常想一邊, 行不行 我知道你沒機會參選, 你不明白了 那晚離開紅館的舞台之後 有很多工作人員安排不到工作 要接受訪問, 要幫TVB雜誌拍封面 我搞氣氛而已 認識你這麼久都知道你是受外衛中 重情重義的冠軍級人馬 謝謝 不過冠軍, 又要治你一人呢? 女的高貴大方, 男的影包全場 周國賢、麥明師、張繼聰 齊齊出席活動 咦?麥明師好像消瘦了 我下了酷兩人, 拚了兩磅 Louisa是新劇飾演律師 不過她之前就開始酷啞 搞到口齒不清, 連吃東西都有困難 我覺得最難適應是 我想不到究竟我應該捱肚餓 還是應該冒著刮利的痛苦而吃東西 至於阿聰, 早前去了加拿大出租 二十四敲爸爸最不捨得 當然是一對子女 特別是她的前世情人 現在認得別人 但是慎房會突然不認得我 所以其實如果離開得久 其實不算是我的 是 怕她忘記了我 所以一回家, 馬上第一件事 給她看一看 像平時開劇修廠的時間 但你形容在那邊是到一元年 對, 始終現在很群腳 因為掛念小朋友 鼎爺開設私房菜 價錢成千八元 鼎爺用甚麼菜式招呼 中環摩天輪要拆, 不環保 好, 免得失事, 為何這麼失賊 等一會東張西望 好, 回到東張西望 今天是農曆的七月十四余蘭節 這幾晚你有什麼搞錯呢? 這幾晚的凌晨時分 會晚上穿到黑馬馬 去到正晶晶的工廠大廈裡 拍電影 黑馬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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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鼎爺終於在昨天開私房菜了 鼎爺煮食煮到街之韓文 現在還要開店大叔廚藝 就連內裡裝修 跟鼎智屏風一樣, 這麼有霸氣 不僅花腩室爆門口 家人當然也有來餐廳 因為他最近很累, 睡得很少 做兒子盡量看看什麼能幫他 今天見到這麼熱鬧 我們兩兄弟提他很開心 鼎爺不需要我們怎樣幫他 他已經很碰檔 我們只要在隔壁說一句支持他就可以了 精神上支持, 體力上支持 我想暫時他不需要 鼎爺真是忙碌碌 但一有時間都立刻陪李斯拉試食 還豎起手指公站, 很好吃 不過來到這裡 相信大家最緊張的一定是… 他們來吃飯是否一定會見到頂的 你呢? 包括98% 尤其是在VIP房間 看著我一手腳怎樣切 怎樣煮, 怎樣調味 你不可以找你現在頂三個字去騙人 我做不到這件事 好像你看爺爺廚房也是 我每次都做到足夠了 第一晚, 陸圍華這麼快已經坐滿了 大家都誓要來一試頂爺手勢 平時也要隔著眼看頂爺煮菜 這次整個爺爺廚房搬到前面 當然要看回舊本 頂爺, 第一道菜要做什麼? 我做這個就是花蟹、雞油、花雕 我做了一道菜, 要煮陳尊粉 陳尊粉 放在這裡, 讓它滲下去 如果滲下去就特別香 這樣就可以, 對嗎? 讓它有味道 好像這款城, 一千八百八十八元 真的要這麼難看? 我看價錢是貴, 看價錢是貴的 貴在哪裡呢? 貴在少, 我要求高 要野生的, 還要這樣的筋量 我才收貨 是材料 是, 我最主要是不時不成 一千八百八十八元一位的套餐 有八個主菜 除了有剛才介紹的 雞油花雕虹蟹陳尊粉 還有柚子皮 乞丐雞, 山炒骨, 煲仔飯 鑼頭湯, 金銀玻璃肉 還有這個 這條魚是否今天最珍貴的味道? 對, 這條就是金鞭芳梨 這條魚, 剩這條魚差不多二千元 還用一個親手湯, 我在游水 色香味滑, 骨頭很軟 昨晚做了一條, 骨頭沒剩, 魚頭都鬆了 你吃過這條魚, 不想吃其他魚 丁爺下足功夫, 還要大功告成 這一台大部分都是老闆的朋友 大家又歡呼, 又拍照 還吃得咛咛咛咛 除了吃蟹以外 Scientific wee 還有塵串粉 還有提多把陳村粉杖 蟹膏、蟹汁等等 真的嗎 這個是醉了 很怕譚장玉瑩姐姐 今天當然也是左上客 對丁爺手勢仍然產生 poor 難怪丁爺嚇到焦 還稱是激用士食觀 因為很多就是花蓉和花蓉 我一來到的裝潢已經定了 我一來到要先進廚房試一試 菜市准出 准總廚師 只不過是做節目的時候 他一做完之後我站在旁邊 近官得利就近廚得食 有甚麼就試一試 中招是他中 好東西也是他 很好吃 當然好吃 我最喜歡你這個柚皮 今天這個入口溶化 我剛才很有口福吃了一口柚皮 這麼大膽有沒有問過我 是你也說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的 最好吃的柚皮 五天,搞了五天 真是最好吃的柚皮 真是很好吃 BagBag Channel今天會上載鼎爺的新食譜 而他也會繼續公開他的絕口 其實關乎公眾利益的資料 是要公開透明 就好像最近引起紛爭的中環摩天輪 原來政府早在五月 就已經通知新舊營辦商 舊營辦商的合約到八月底就期滿 不過就一直沒有對外公佈 還急急關門 是的,舊的營辦商 其實在下個月底要交還用地 但原來摩天輪是有鋼筋水泥地基的 要拆拆成三四個月 究竟怎樣跟我們交代呢 在2014年浩資兩億 隨時一連貫興建的中環摩天輪 在上月底突然停業 雖然這個摩天輪是維港的地標之一 也是不少人回憶的勝地 但是因為新舊營辦商 未能達成協議保留摩天輪 所以摩天輪仍然面臨清拆的命運 引起大批市民不滿和評論 我們今天就來到中環碼頭 見到香港地標之一的中環摩天輪 竟然不再像色日一樣轉動 而身旁的小食亭也竟然停止營運 令到周圍的環境更加冷清 作為香港的一個標誌 都算是挺好的 經常在這裡經過 一眼就看到它 也有少許可惜 我們經常在這裡拍照 每天都看著湯天輪 現在說可能會拆 我們就特意過來拍照 不,我們會去今晚 我明白,我們會去今晚 如果陽光是清潔的 我們完全反對 拜託不要 拜託不要 我們喜歡攝影機 一個這麼大的建築物 如果要遷拆 從資源的角度 確實會浪費一些資源 另外就是你在運輸的過程中 牽涉一些能源 一些碳排放 另外就是 即使要拆的時候 會否保留地基 可以盡快 可以有新的摩天輪 裝上去 當然拆走了的摩天輪 最好不要變成灰 今次的紛爭原因 是因為舊型扮商 批評中標的新型扮商 未能交出財務證明購買現有的摩天輪 而且也沒有營運摩天輪的經驗 所以彼此未能達成交接營運的共識 因此舊型扮商就要在下個月31日 或之前將摩天輪及地基拆射 交還吉地給政府 而新型扮商就要重新興建新的摩天輪 有不少人就質疑為何政府 不做好協商的角色 這個建築物已經起到一個地標式的作用 在這個當中 即是說政府 你不能回避 在我們政府裏面的角色 將來的條款方面 可以寫得清晰些 譬如說你投標中了之後 你起碼有個計劃書 一個計劃書起碼幾場時間 你要落實 當你要退出的時候 有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包括 怎樣能夠釋除公眾 或者留下在這方面的疑慮 或者能夠起碼他退出的時候 有個機制 避免有些人沒有機制 就臨時通知退出 造成了一個我們所說的公關日機 無緣無故要拆這個消息 我不太喜歡 不要緊 另一件事你一定喜歡 就是五穩龍 今晚八點鐘 會在迫迫頻道 第一次開直播 東張西望還要為他送上驚喜 讚好嗎?讚好 讚好 看嗎?讚好 讚好 讚好 香港有一個幽谷深潭 仿如世外桃源 不過有人不顧危險 一時衝動 要一嘗兩塊滋味 隱世秘境在哪裡 又有什麼潛伏危機 留意東張西望 有什麼事嗎? 樓下